嗨 大家好 我是阿美美 前一陣子我有播走香菜 發的時間實在也是蠻久的 那時候我是沒有把它稍微敲碎 然後再來種 雖然沒有做這個動作 其實你只要花一些時間 它還是有長出來 各位可以看 這個就是我運出來的香菜苗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是3月21號弄下去 那雖然也差不多快一個月了 可是它還是有長 所以各位種東西就是要有耐心 也是一樣發出這麼多的苗 那這個苗已經漸漸長大了 該怎麼辦呢 當然就是要做移植 那今天我是想要移到那個 魚菜共生系統那邊 扶床那邊來給它種植 那我們現在就過去了 我把東西帶過去 還準備了一些生化棉 然後可以 各位看我是打算種在這邊 這個是昨天剛整理好 就是說都空了 我們就來準備種吧 那也是要找個地方囉 那也是要找個地方囉 我看這個已經要剪洞就可以了 那開始挖了吧 來吧 根還蠻長的齁 對 表示種很久它早就發芽了 可是人家都說香菜很難育苗 可是我們是新鮮的香菜苗 這是我們自己家的 採收那種新鮮的種子 這個有沒有 這個長得比較好 對各位看 這根的好幾公分喔 我就覺得這個跟新鮮有關 你覺得有關係 好各位可以看 一顆給你齁 對 你拍一下就知道 這是我們家自己的種子域的 對 那這其實也很多 撒一把下去一堆 對 只怕你沒空間種欸 有的話其實 太多了 這邊把它種滿 剩下就把它種土球 好 土球在另外的齁 就這樣齁 就把它這樣齁 就這樣 對 就繼續弄 水管上也跟它種了兩顆吧 好啊 那我就先 要挖很深 要挖很深 因為各位看 我根本就是 不然你要把根挖斷 我很怕挖斷 不過這種長度剛剛好 那好 對 我就這樣 你看 它才會吃得到水 就這樣齁 就一個根弄 欸這個根滿長的喔 可能要倒出來可能比較 要免得把根弄受傷了 對啊 挖大頭一點 對 我就要挖大頭一點 因為這個好像不太好弄 你看 根都這麼長 各位看這個 其實每一顆都很壯 好 這個種起來應該是相當的多 只怕你沒藏所以 把泡棉剪開 然後把它夾住 再讓它不要陷下去 就好 對 主要是 因為陷下去 它就可能 到時候就 爛掉了 就是有個支撐 很難 好 這個 有黏著 什麼 沒問題 黏著就不要 不要亂動它 怕弄受傷就 麻煩 這個 一次剪多個一點 因為 二、四、六 挖了老半年才 才用的這一些 這個苗非常多 沒有挖的 我都找長一點 其實也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應該 同一批差一點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好漂亮 你看 好漂亮 好香喔 這邊就聞得到 那個香菜的那個香味 對 雖然這麼小 味道很濃 種子喔 如果能自己收成 是盡量自己收成 比較好 嗯 要不然你實在是不知道 它 發芽 是哪時候的種子 發芽力你就不知道 一般來說 我們 因為萬一它 擺比較久 就相對的 它的發芽力就會 可能會比較低一點 就這樣 好 嗯 欸 種好了 種好了 各位看 我是把它種在魚菜公餐系統裡面 我們那時候有在增設這個 算是浮床嘛 就來種種看 這邊 這邊也要種嗎 種兩顆就好了 種兩顆是吧 對 兩顆那變成 不好意思 兩顆 因為種一顆怕太孤單了 種兩顆 種兩顆 因為種一顆怕太孤單了 因為種一顆怕太孤單了 種兩顆 然後我們就是 兩個地方都嘗試看 哪邊長得最好 對 等一下 這需要一些那個 發泡鏈石 好 不要也可以啦 可是它更一定要吃得到水 我是覺得 這樣比較保險 比較保險 我的做法是覺得這樣 我還好它已經很長了 對 因為你必須讓它吃得到 底下的水啊 所以你 最好 所以我的習慣是會 再弄個 那個 發泡鏈石 這個 這個也可以再繼續弄 小一點 小一點 喔 我一直想說找很大的 可是都差不多啊 哪來很大的 同一批的應該都差不多 這到時候會把它倒出來 弄比較好弄 對 先暫時這樣就好了 要去種土球的時候 就把它倒出來 好 好了 這個 好 好 種這邊嗎 對 我把它放到靠邊一點 對 種靠邊一點 對 這樣就可以了 種兩顆就好了 好 那剩下到時候再去種土球吧 對 好 那我們就先試試看 種在這邊 看它的生長形形怎麼樣 好 那香菜 據我的經驗以前也是可以 水根也是種在那個 我記得做的那邊 長得很大顆很漂亮 那這次剛好育苗也算有成功 育了 我看隨便好幾十顆 那應該都可以到處種種看 好 那就種好了 影片就介紹到這邊 希望大家會喜歡 各位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請記得訂閱 並將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話也請幫我按一個讚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